王一博央视彩排路透 同台搭档在合作 网友又红又正值得赞 岛屿王一博现身央视舞台彩排路透 一时间让人兴奋不已 期待的又来了 这次既然好多人都在关注 我们索性一次性自己放出路透来 央视舞台的彩排又来了 王一博又被受药参加了 是的 你们没有听错 路透照铺天盖地而来 我们也没必要藏着掖着了 索性一起来分享一下 跟正苗红的王一博 这次搭档的对象就是合作三次的关小彤 从春晚进行时到春晚舞台 两人这次央视舞台再度合作 一时激起千层浪 好多人看到路透照片释出 都在请求赶紧删除的节奏 顺带引来了不少的围观 仔细看来 释出的路透照中大部分都是营销类的 自然会引来关注 真正的粉丝怎么会放出这么多的路透呢 必然是因为王一博的关注度很好 索性我们也没必要藏着掖着了 既然放出来了 我们就一起欣赏下吧 毕竟王一博登上央视的舞台 今年应该是屡见不鲜了 从华彩少年到致敬警察节表演 渴望光荣 从春晚到元宵节 从百年礼赞到伟大征程 细数下来 这一年 央视重大舞台上 我们都看到了王一博的身影 跟正苗红的年轻人 自然是我们最需要点赞跟表扬的 当下的娱乐氛围气氛越来越压抑 众多不正知风纷纷被扒拉出来 让人惊叹行业的负面影响太过于大跌眼镜 同样 有不好的就需要惩治处罚 但是好的就应该给予更多的赞许跟鼓励 家有家规 行有行规 响应号召 树立一个健康良性的环境 就需要我们一同来面对 自律跟责任 担当跟态度 这不是针对一人 更是对所有人的 王一博能够多次被主流选中跟认可 得益于他的跟正苗红 也得益于他的以身作则跟言以律己 对待问题的态度 首先 他有我们欣赏的地方 坐拥这么庞大的粉丝群体 他能把流量转换为正能量 给予正向引导 在重要事情的处理态度上 秉持正确的态度 积极应对 不推卸责任 该承担的责任意间挑起 该说的声明唱一言简一概 不煽情 不废话 严肃明了 棉花事件 首先表态 重大事件上 不犹豫不含糊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作为这一代的年轻代表 他的态度影响的不仅仅是粉圈 更是一年年轻人对待事情的态度 不推卸有担当 更重要的一点 我们欣赏的是他能够身体力行 去投身公益 从自身出发 发挥了年轻偶像的重要作用 除了声明和倡议 王一博也会用自己的行为影响粉丝 他做公益 粉丝也自觉做 他给疫情捐款 粉丝跟随 他去灾区救援 粉丝也主动请应一线 他唱抗美援朝的歌曲 粉丝大力宣传推广 他做公益大使 粉丝积极参与 投身其中 大力推广 彼此相会相应 共同营造一个良性的艺人 跟粉圈之间的关系 又红又正的艺人 王一博这次我们需要自己来夸 自己来赞 有功必赏 有过必乏 明确正确的价值观 才是树立理性了 良性的追星风气 更环境